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如下 首先,小米创办人雷军在宁度演讲中 揭示了小米造车的历程 并且幽默地表示 连自己也买不起新发布的S7 Notron原型车 这场发布会亮点不断 让人目不暇接 接住知名主播董宇辉宣布离职 这对于原本依赖他的东方争选来说 无疑是一大打击 面临直播电商的困境 未来的发展充满挑战产充满挑战 最后,深圳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同比增长股 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 这背后有哪些秘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广义的文章别再劝雷军收手了 详细讲述了雷军和小米公司的发展立场 特别是小米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上的不懈追求 雷军在第五次年度演讲中 揭示了小米造车的进展 并展示了小米S7 Note 3原型车 这款车集合了大量先进技术 虽然不适合大规模量产 但其设计理念和技术工艺将会应用到未来的量产车型中 小米曾经发布过类似的环绕屏幕手机MIX Alpha虽然没有量产 但其操前的设计和技术展示了小米的创新精神 小米从互联网公司逐步转型为硬核科技公司 投入大量资源在底层核心技术的研发上 如ISP影像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大模型和操作系统等 小米不仅在技术上不断突破 还在供应链上深度参与 建立了自己的智能工厂 提升了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效率 在董宇辉初走 东方甄选更难乐一文中 网易详细分析了董宇辉离职对东方甄选的影响 董宇辉是东方甄选的头部主播 她的离职暴露了公司内部的诸多问题 如直播间、失控和利益分配不均 东方甄选的直播间 屡次陷入舆论漩涡 主播们公开表达对公司和公关部门的不满 甚至于敏宏本人也在直播间吐槽公司 这些都影响了公司的形象和股价 东方甄选在利益分配上也面临挑战 虽然公司定位为国民消费品牌公司 但与主播的关系只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难以平衡利益分配 为了减少对直播的依赖 东方甄选尝试自营电商 但面临产品质量增议和供应链建设的挑战 此外直播电商行业整体也在退潮 头部主播们纷纷减少直播时间或转向其他领域 东方甄选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网易的深圳成绩单背后藏着哪些秘密 文章详细解析了深圳上半年经济的亮眼表现 深圳的GDP增速达到了5.9% 在试团市中名列第一 深圳的工业投资和外贸增长强劲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9%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69.3%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31.7% 深圳的成功归功于良好的营商环境 国约的民营企业和强大的创新创业精神 深圳政府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使得民营企业空前活跃 科技创新不断推进 深圳企业拥有强大的转换赛道 和抓住产业新风口的能力 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出口增长显著 深圳的创新创业精神 使得这座城市在逆境中密集 成为全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之一 网易在7月23日由国宴为主办的 2024年燕窝行业联会上 小仙顿停接多项创新成果和科研探索 赢得了创新领军品牌 行业科研贡献企业等三项大奖 小仙顿创始人林小仙 还荣获年度行业领军人物称号 并在大会上进行了主题演讲 分享了如何通过创新驱动 高质量增长 撬动千亿燕窝市场的经验 大会期间 全球燕窝产业共同体正式成立 小仙顿作为头部企业率先加入 共同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 会上还宣布了燕窝产地等级划分标准的发布 这一标准由小仙顿发起 并牵头标志着燕窝行业步入产区时代 网易 7月25日 东方甄选宣布董宇辉离职 并表示宇辉同行自成立以来的全部收益 将归董宇辉所有 董宇辉收购了宇辉同行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补权 代价为7658 当晚东方甄选和宇辉同行的直播间 均台播同行的直播间均台播带货 董宇辉的新账号宇辉同行 迅速涨粉至21508万 此外 股民血糖奶茶事件引发关注 监控显示店员全程佩戴口罩 股民官方回应称 未发现违规操作 协余平台因涉黄交易被曝光 平台表示将封号处理 农夫三权桶装水 进货价上调三元 单位波及终端市场 微信小游戏 用户已达10亿 竞争持续升温 风潮回应骨灰核放快递贵事件 表示尽存骨灰 九毛九回应 泰二酸菜鱼客单价下降 表示正在积极应对和调整 霸王茶基金上门要求顾客 三材品事件引发关注 美团表示将重视此事 网易7月18日 招商银行在上海举办的 2024财富合作伙伴论坛上 宣布零售代销公募基金买入费率 全面一则起的优惠政策 并披露其零售管理客户总资产 突破14万亿元 招行表示 此举是为了推进财富普惠 促进财富普惠 促进财富普惠出厂健康发展 招行通过提升大财富管理四大能力 价值创造能力 人数字化服务能力 风险管理能力 以及生态圈共融共生能力 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特别是在价值创造能力方面 招行不断升级T211资产配置服务体系 并在基金理财保险等产品方面进行差异化创新 提升客户的财富管理体验 与此同时 招行还加快了X2TT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探索其在客户服务中的可行性 通过这些举措 灾财富管理领域 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网易报道 上海一家新胎的冰淇淋店中药堂 凭借中药草本口味的冰淇淋走红 吸引了大量顾客排队购买部分口味 甚至受庆 这家店主打Zerato E式冰淇淋 价格在36元左右 门店装修风格向中药铺 菜单上有16种融入中药草本元素的冰淇淋口味 并标注出草本功效 尽管店员表示冰淇淋只是混入一点草本增添风味 并没有显著的中药功效 但消费者仍然热捧 认为这种产品贴合了朋克养生的理念 然而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质疑 中药冰淇淋是否真的能养生 认为这是商家打在中医的名头进行营销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冒出了很多中药餐饮业态 如中药茶饮中药面包等 比如品牌入离开了个方子 在全国开出超150家门店 清兰五味茶也开出了超65家门店 此外一些连锁药房和中医院也跨界开设中药餐饮店 如郑州张仲景大药房推出养生面包和茶椅 北京同仁堂推出中药面包和草本咖啡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开设养生欧包的药食房本 这些中药餐饮品牌在定位上主打中药养生概念 产品融入中药养生概念 产品夺走中药、扑风 门店中常见药材、药罐等元素 随着中药冰淇淋的爆火 中药餐饮再次引发热议 年轻人正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君 他们对食补有更高的期待 第二健康方便又要好吃好看 然而中药餐饮在实际操作中面临挑战 如中药材的味道难以接受 对广中需要解决口味和接受度问题 在应用中药连速时 需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消费者普遍认为只在生病时才吃药 可能导致复购率较低 总体来看 中药餐饮能火多久还有待观察 但它确实迎合了年轻人朋克养生的态度 即便生活在苦在累 也要抽空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网易中国基金报泰勒报道 今天的泰勒报道 今天的今天的一丝回暖 三大指数齐齐上涨 股指在午后震荡回暖 收盘上涨0.14% 深层指上涨1.45% 创业板指上涨0 92%个股普涨 市场上4484只个股上涨 747只下跌 高股息抱团板块出现中洞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跌超4% 银行板块震荡走低 有储银行工商银行领跌 设备更新概念股表现强劲 汽车拆解 家电等方向领涨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发布的 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品 以旧换新的入竿措施提出 将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加力资金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智能交通 概念股依旧强势 大众交通午后一度涨停 15个交易日内 累计涨超200% 成为股市场的大众情人 网易报道 赵孝村城口老腊肉的第四代传承人 带领城口线的村民 走上了脱贫自负的道路 2023年 该品牌销售额达 双千万元 首次实现自营出口 销往俄罗斯等地 赵孝村凭借非已做出的老腊肉 在城市市场上大受欢迎 决定依托城口老肉发展特色产业 1988年 他成立了赵孝村野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从养猪开始延伸至腊肉加工销售 经过多年努力 城口老腊肉成为了腊尾市场的佼佼者 赵孝村采用企业生产基地村 集体农户的生产组织方式 带动周边村民参与产业 提供免费的生猪养殖技术培训 和老腊肉制作记忆指导 如今城口老腊肉已成为腊肉行业的知名品牌 年销量达9000余吨 销售额破10亿元 产品远销俄罗斯东南亚 网易财经报道 香港恒生指数今日收涨0.1%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 66% 然而东方增选股价暴跌超23% 新东方和中国联通跌超4% 与此同时 京东集团和阿里健汤则表现较好 涨超3% 在市场震荡中 部分科技股和消费股表现较为强劲 东方增选的股价暴跌 与董宇辉离职相关 董宇辉宣布从东方增选离职 并收购了宇辉同行100%的股份 售价7658.55万元 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表示 对与灰同行剥离的结果感到遗憾 但认为这一结果对于公司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财联社报道 7月26日监管部门起查了一项提高高频交易费用的提案 将每笔交易费用从当前的0.1元提高至1元 这一消息已得到业内量化私募的确认 量化私募表示 这笔费用由交易所统计后按月度下发给券商 再由券商每季度向客户收取 部分量化私募已经提前调整的风控参数 以应对这一变化 早在7月12日 市场上就有高频量化相关收费标准的传闻 包括双边换手率 写测单率 Lets 40% 流量费 每笔委托1元 每笔测单费 5元等内容 业内人士指出 这一费用调整 可能会对高频交易策略产生限制作用 网易报道 7月25日晚 东方甄雪宣布顶流主播董宇辉离职 于敏鸿和董宇辉 随后发文回应 揭示了这场分家的真相 于敏鸿表示 董宇辉购买与辉同行100%股学的7658 55万元由他安排支付 于敏同行自成立以来的全部收益 也留给了董宇辉 市场反应迅速 于敏同行一页涨粉12万 而东方甄雪股价暴跌20% 这场分家背后还藏着三个谜题 于敏鸿到底出了多少钱 董宇辉获得了多少 谁更难过 以及这场交易的估值是否合力 于敏鸿的言行 被部分市场观点认为有铁公鸡的嫌疑 分家后东方甄雪需要找到新的故事 而东方甄雪需要找到新的故事 而东宇辉的管理能力和情绪稳定性 也将决定宇辉同行的未来 中国商报报道 DSpace疏导工作室突然关停两家门店 消费者退费维权面临困难 消费者表示在关店前几日 办理了会员卡 门店并未提前告知即将停业 DSpace声明钻 房租到期无力承担 只能停止营业 消费者需提供购客合同和付款记录进行转刻 D5G5培训机构则声称 与关停的DCPACE门店无关 但消费者自以其说法 律师指出门店闭店需承担违约责任 消费者可通过协商 民事诉讼和投诉举报等方式维权 DCPACE的做法已侵犯消费者权利 相关方是否会有进一步回应 记者将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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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